慧安府爭議Q&A 、明報專訊、慧安府等歷史問題至今爭議不斷 當中涉及什麼關鍵問題? 本部邀請尊嚴日韓關係史的美國學者道登逐一解答問 為什麼慧安府問題到1990年代才野關注? 答 很多被日本侵略的國家戰後都有獨裁政權統治 受害人難以挺身而出1990年代日韓社會都變得開放 可以自由討論異戰問題日本天皇與人世世後 1990年代,歷史學家可以出版著作探討戰爭責任 同一時期韓國經歷民主化、社會佔關注女權和人權等問題 慧安府開始獲關注問 日本已先後在何野講話與川山講話中對戰時強徵為安府及侵略行為作反省道歉 為何韓國及中國仍然敦促日本道歉? 答 日本政府的確在以上談話對戰爭道歉 但不幸每次都有一些政客或社會名人的個人言行動搖 這些談話的可信性 這令國際社會甚至日本國內極難弄稱日本政府真正的立場以慧安府為例 安倍政府不斷動搖和《野談話》的可信性 例如對其展開調查等另外 可《野談話》提及以歷史教育避免重度覆轍 但我們卻看得日本不少教科書否認慧安府者一時實問 安倍政府常稱沒有證據明確證明日本政府及軍方強徵為安府 這是什麼一回事? 答 安倍早在2006年再強制聖上玩文字遊戲 試圖將強制僅限於武力強制但戰後軍事法庭文件 以證明日軍有以武力老酒婦女族為安府的個案此外 武力強制與以其他手段強制並無分別根據日本戰前刑法 以控騙等手法令當事人違反自身意願 以構成強制因此 就算很多女孩是被騙當慧安府 在日本戰前或戰後都屬非法慧安府 這個制度是日本軍方設立的 就算此事中間人控騙或綁架女孩 最終責任仍然是日本政府及軍方問 有多少受害人?有足夠證據證明嗎? 答 日本官方不會詳細記錄 但我們能找到足夠的官方文件證明至於慧安府證言 他們已年紀老賣 記憶當然有誤對於有多少受害人 我們雖然難以證明 但受害人多寡並不改變強制慧安府嚴重侵犯人權的事實問 日本政府1995年成立夏州婦女和平國民基金以賠償慧安府受害人 為何韓國拒絕接受?答 個中關鍵是道義責任與法律責任的分別 日本當時只承認了道義責任 但從未承認法律責任 亞州婦女和平國民基金由日本民間無捐 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這舉動能否代表日本政府問 要求日本負起法律責任有何重要意義?答 在慧安府這種重大侵害人權的事件中 國家負起全面法律責任 才可令受害人全面恢復尊嚴日軍戰時強徵 慧安府是國家暴力的最高體現 日本以國家政策對慧安府受害人作賠償 承擔起對受害者的法律責任 才是促進全面和解的關鍵相關支持 戰後七十年